哎呦妈呀 香吗 那么细腻呢 你吃不吃 我吃什么吃 再来一块羊肺子 这个是不是一颗为二就行了 对这个羊心小 切吧 心肝肺这是是吧 对 你真聪明 大家好我是金羊 准备这个食材 大家肯定要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羊的心肝肺 是给我们lucky准备的 我们lucky前一段时间 他有点贫血 我看着他走路来回晃的 一检查的时候 人家说是贫血 然后呢 就开始就跟我说吃点这种内脏 或者是血一类的东西 血豆腐啊 还有这个药物 这一切 我想了 啊 这个东西啊不能多吃啊 你每个礼拜来一次就行 这不治疗了 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吧 嗯 一点事也没了 但是我们继续啊 还得给他再补一堆这个 一直给他药物治疗了 咱今天再给他弄个食物辅助一下啊 这个你说不管药的作用吗 但是他能他里边包含维生素 还有蛋铃什么什么什么铁了啥的都有啊 他主要是贫血就是缺铁 咱就给他吃点这个内脏 你看你家这几个你看 来来来来来 一个狗一片行吗 姐姐馋 一片就行 一片就行 一片一片 哎呀 哎呀 看多美多美 哎呀 哎呀 扭扭扭扭扭扭 小木哥也等着呢 这玩意儿能整得了不 那下回多买点行吗 行了 咱们还是把这个留给我们 这个谁拉开吃啊 他们现在 呃 今天就不给他们了 后期咱们 只要是知道这个方法了 就可以以后多买点这个东西 就是隔三差五 不能说隔三差五了 他们像他们不缺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半月可以给他来一次就行 啊 像拉开 他最多也就是一个星期吃一次 嗯 走走拉开 来这呢 拉开 好 来吃一块 来 来 哎 坐下 坐下等着 等着 完了 坐 不许吃啊 等这边呢 先来 看下她这下吃饭我都香了 我希望那一天给啥也不错 可香了这是 吃吧 这多好不叼出来 你看还是叼出来刚夸碗 幸好给你切成块的 要是大块的 他就得抱着吃的 这真的是营养餐了 拉开你这开小灶 一口气吃完呢 你得抬抬头啊 那一口要几块 然后上这吃来了 你不怕一的话那羊肝 没事 咱也不是总吃 对不对 偶尔的吃一次可以啊 他就是拉开的晚餐啊下午了拉开的晚餐 他现在就是给他少吃多餐 然后给他去进行的去补充 再一点就是平常他吃这个这个内脏的时候没有一下吃这么多 所以说晚晚饭就不让他吃了 就怕他这个内脏吃多了之后容易拉洗 前两天他就是贫血走路来回晃的 然后去问了很多就是这种专家 就是说呢他们就是说就是他是贫血啊 容易活动量大了之后容易舔洗舔了一个铁铁铁 所有门子啊还有这就这生锈的这东西容易舔那个 再一个就是腿上没力啊就是脑脑子有点不清醒似的 喊他就跟不喊不是他似的 对就是突然那一天就那样一个状态 我们啥话也没说就赶紧赶紧给给他那个调理身体治病 你就跟跟那个他上一次生小狗的时候 进那宠物院里边也是一样也是检查出来也是缺血 给他输的就是那种血清蛋白 还有就是补充血的药营养的啊 那就是给他给他给他补血是补的很多啊到现在了还是缺血 这不是咱又是给他又想出来这个别的办法就是拿内脏 完全的就是所有的维生素啊氮磷 还有这个铁性啊什么的都给他补上 嗯就是防止他缺了这个缺那个咱就给他补就行了 那个东西就是啥呀知道不能多吃 多吃了之后里边还有那种重心鼠 偶尔偶尔吃些行了 重心鼠 所以拉开胖了你知道吗 是不是拉开 拉开这 啊你看这精神头 里面迅速反应过来了 我再看看看看你最边 这毛也漂亮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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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那毛色都是干枯的 你上哪去 然后那爪子哪的全是那种别的颜色了 深色我看看就动 还是有一点有一点白粉嫩嫩的粉嫩 这是我拽的已经发粉了 发粉就正常了 反正毛色漂亮了 咱只不过就是知道他缺血这个毛病了 就是有一段时间给他就买这个内脏补一补就行了 你这是故意的吧 偷着吃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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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